200多個啊 姐妳有出谷過這邊大概多少錢 一個包我給妳 最少也五萬塊 那最少也是五百萬到一千萬起跳 你看我的包包櫃 一模模的樣子 這個東西他都幫我拍照 1比1的然後再給我擺回去 他們搬6天妳知道嗎 他們搬你搬6天 我剛好去問他們原光 妳有沒有搬過這麼多 250箱 妳們總共出動多少的 平均每一天大概13 出動了幾台車 18吧 那最後一個問題 請問一下外面行情報價 這樣還要花多少錢 22 妳現在又要幹嘛 各位 我要搬家 先讓老闆看 搞不好有時候人是這樣 他說他看過影片吧 看過影片是不是 但其實視覺震撼 就是因為其實剛剛老闆已經先來了 然後剛剛123樓4樓其實都已經先看過 我先讓他看過一下 但我覺得還是要讓觀眾朋友 就是提提一下什麼叫做 真正的緊緻板件 我現在這個狀態我追求的就是 動口不動手 到底這一間要怎麼辦 還好就是200多個包 200多個啊 姐妳有出谷過這邊大概多少錢 就200多個品項在裡頭 大大小小 一個包我給妳最少也五萬塊 那最少也是五百萬到一千萬起跳 反正就是這樣子啊 其實我也沒有什麼要求 我只有五個字 原來的樣子 噢 她笑了 絕對錯得到 絕對錯得到 你確定嗎 為什麼有意思 欸 除了這樣之外 我還有這裡啊小瑤 我還有這裡啊 這裡也要原來的樣子啊 可不可以原來的樣子 這樣子啊 我還有耶 我還有耶 好那個菜商機老師送我的 好沒關係 什麼東西啊 然後還有就是那種 不能壓的帽子 you know you know 就是 像那個不能壓齁 這種 這種 這樣子 所以我自己都不知道 怎麼那麼 討人厭 我覺得好奇一件事情 你怎麼會想要在 生小孩錢做搬家這件事情 是啊 因為小孩生出來之後 你就更難弄了嘛 因為會有一個一直好嘛 他現在在裡面 他不會哭啊 現在就是我去拿他就去拿 我做他就做 我站他就站啊 你怎麼 生出來中就不是這樣子 這也是你自己的 我的 這也要搬走 而且我跟你講上面這個珠珠 都是一串串掛上去的 超級無敵費工的 你說 這幾連幾連 就一個一個掛上去的 當初也是我親手 一個一個掛的 挖完就罵了一串三字巾 還有那兩個會亮的鏡子 還有這一台啊 關不起來的櫃子裡面 炸裂掉的 洋裝禮服 啊還有 數不清的鞋子 欸你連鞋盒都要拿走 當然啊 鞋盒不用戴吧 什麼病喔 鞋盒不用戴啊 鞋盒要錢喔 鞋盒不用戴是不是 老闆是不是鞋盒不用戴 不用戴 什麼東西不用戴 你才不用戴耶 還有 還有 數不清的化妝品 然後還有這種東西 你看看 這麼多東西你看 姐你要知道 這才是你一間房間 你有幾間這種房間 其實也還好 五間而已 沒有啦這間最滿啦 其他的東西都是一些 名聲用品 沒有那麼多壓力啦 主要是這間有很多不能壓 不能控制 這間最貴啦 講白了就這樣啦 這間耗費我最大的薪資 好 姐妳在幹嘛 妳在幹嘛 蛤 怪異人生 為什麼 為什麼要搬家呢 因為那邊有室內電梯啊 喔 good point 哈哈哈哈哈哈 沒錯 2021我就想當一個軟爛的人 我之前說了嘛 能坐車就不走路 沒錯 現在能坐電梯就不爬樓梯 以後都不會有什麼 家裡電動車之類的 我殘廢喔 哈哈 你在那邊講什麼啊 那你家太大了 我今天來驗收 我們現在就是 趕工當中 就是 其實這個進度 我有點下傻眼 怎麼樣 因為太快了 所以現在我們檢查第一間 你先檢查第一間啦 更一間 更一間 那為什麼裡面還有人啊 因為我說沒有整理完 這個門不會打開 妳是虐待老公嗎 關門放狗 妹妹有沒有任何不舒適 不舒適 妹妹 我是不是有幫妳開冷氣 See So sweet 妳覺得還有多久才整理完 很快 很快就沒有了 我們再看下一間 這間是什麼 這間是這個 廁所 裡面也有一個 有 拜託一下 我廁所是網美等級的好嗎 好 給大家看一下 為什麼裡面還是有兩個人啊 對啊 我們就是人海戰術啊 你看我的包包櫃 一模模一樣 這個東西他都幫我拍照 1比1的然後再給我擺回去 他們是不是很厲害 你有這種 啊我可以忍不住在內心讚嘆 要不要再搬一次 哈哈哈哈 沒有人要搬妳 他們搬6天你知道嗎 他們搬你搬6天 蛤 我剛好去問他們員工 你們有搬過什麼 250箱 250箱 你們總共出動多少人 平均每一天大概13 因為便當13個 對 因為便當都是訂這個 好出動了幾台客 18吧 那最後一個問題 請問一下外面行情報價 這樣吧 要不要再錢 22 沒有人在搬家花22萬啊 你在講什麼東西 我在一頭就88萬 你在講什麼 哈哈哈哈 這個就88萬 這個就88萬 空空啊 懂什麼東西啊 喂 哦 哦 哇 sued 問一下 你以前住寶可 那現在 那150吧 你拜我吧 我覺得你這個Youtube再做下去 明年應該做300了